哇塞,这个药店门口怎么坐了这么多人啊 坐在门口这些人看起来都是好难受的样子啊 难道都是感冒了吗 大家好,我是小猪 我在江城武汉,这里为武汉的私门口 今天带大家来看一下武汉市市中心 目前街头的一个现象是什么样子的 大家跟着镜头一起来看一下 武汉呢,放开已经有一个多星期了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街头的人多不多 武汉的私门口啊,它是武汉市的一个老城区 它也是武汉市比较早的一个商圈啊 眼前大家所看到这条路啊,是武汉市的解放路啊 朋友们可以看一下,这两边的话都是一些大型的一些品牌店 都是基本上都是卖什么服装的鞋子的啊 都是百货之类的啊 这条路啊,是一个单行线啊 朋友们,开车的朋友们一定不要搞错了啊 我今天从他们所发现了一个现象 就是这个沿街的商铺有很多都没有开门啊 因为现在说实话也是个下午 他们为什么都没有开门,难道都是关门了吗 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啊 这边卖什么鞋子的,什么内衣的,男装的,女装的啊 也有尽有 私门口啊,我相信在武汉的朋友们对这块都是比较熟悉的 因为私门口这边呢,紧挨着武汉的黄河楼 长江大桥,武汉市非常有名的小吃街 户不像 所以呢,武汉的私门口啊 之前这边的人流是特别的大 因为每天呢,全国各地来武汉旅游的游客们呢 很多人都会来到这个,户部巷啊,黄河楼游玩 顺便来私门口这边吃小吃,来这边来购物 还有就是武汉私门口作为最早的一个商业商圈啊 之前的话,有很多地方的商业不成熟的时候 有很多在武汉旅游的,以及在武汉上大学的学生们呢 周末的时间都会来到这个私门口来这边,来逛街购物 顺便来这边来吃小吃,然后来长江边来游玩 这也导致了武汉私门口这边之前 不管什么时间过来,这边都是人山人海 但是我今天从他们所发现的一个现象 这边的人真的是今天特别的少 人都去哪了呢 朋友们看一下啊,上面这个高架的话 就是通往武汉的长江大桥 这边行人是可以走上去的 两边都有这个楼梯啊 正前方私门口的天桥 我相信呢,有很多在武汉上大学学生的一些回忆啊 之前有很多的大学生们周末啊 约着朋友们在这边吃小吃 来这边来购物逛街 看到这里的时候 可能很多外地的朋友会说 武汉都放开了,为什么街上没有人啊 但是这个街上确实是没有人 有一部分的商铺是没有开门 还有一部分的商铺是在开门 但是也没有什么人啊 这个local走进去就是户部巷 我现在走进来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武汉市非常有名的小吃街 户部巷啊 这边的话也是有一些商铺没有开门 然后这边这个local一直走过去就是武汉市的长江大桥 户部巷三个六斤大字啊 我现在准备走进去看一下 看那个里面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 我现在走进来了 朋友们可以看一下啊 户部巷这边的话 这个好多这个小吃也是没有开门的 说实话啊 前一个礼拜之前我自己也感冒了啊 然后发烧了三四天的时间 也是没有出门啊 然后我也听说我身边有很多朋友们最近都感冒了 也是可能是个冬天流感比较严重嘛 这也导致了很多老板们可能也没有开门 因为没有人嘛 可能干脆这些老板们都不开门了 在家里休息啊 这边做了几个大爷大妈啊 戴着口罩在这边晒太阳啊 在这边聊天 然后这边是开了一家这个做小吃的 不过这里面好像是一个顾客都没有啊 之前逢年过节的时间 这个午安市的会不会像这里面的话 像下饺子一样 人山人海人挤人的啊 但是今天朋友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现场确实是没有人 一大部分的商铺老板们都是没有开门的 可能说实话都在家里看电视睡觉吧 然后也懒得开门 本来就没有什么人了 这边呢有一个这个做小吃的在开门 然后这边什么烤鱿鱼的臭豆腐啊 之前都是特别的火爆啊 今天的话也是没有什么人啊 老板们可能上午开门了 下午直接可能是休息吧 之前那个脆皮五花肉 还有前面的什么一根那个什么东西啊 之前都是排队排了老长了啊 声音特别的火爆 也有可能是我来的时间不对吧 他们可能早上中午时把这个声音做了 所以说下午直接再休息吧 看到没有 门口有的还摆了几个桌子啊 但是现场的话确实是没有看到什么顾客的啊 也有可能是我来的时间点不对 也有可能是我来的这个日期不对 可能是周末时间比较人多些 现在可能别个都在上班 所以说来这边闲逛的人也是比较少 再一个就是马上要过年了 可能这一些游客啊 这个时间可能旅游的人也是比较少的原因吧 朋友们你们那边目前商业街 步行街的人多不多呀 欢迎在评论区给我留言啊 朋友们看一下这两边的话都是一些大型的品牌商铺 卖什么黄金珠宝的什么酒店呢 什么服装啊什么鞋子的等等等等啊 但是的话今天这边的人很少啊 人都去哪了呢啊 还有就是最近呢前段时间可能武汉这边大学都分批的放假 很多学生们都回家了吧啊 我以为今天从这边走这边人特别的多 但是今天真的是特别的意外啊 但是我相信呢可能过年之后啊 这边这个人气人流可能都会慢慢的恢复 因为说实话现在马上过年了 很多在外面做生意的上学的务工的 可能都提前回自己的老家了 说实话每个城市过年之前的话 过年的时候基本上都是这个样子啊 好了以上是我今天的一个实派 本期的视频到此结束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